第246集 斩杀忠臣 这边长孙前脚一走 启明克汗便果真把大随皇上即将驾临 当做了一件大事 他立即召集了有关各部落国的首领 将此一讯息传达给了众人 并布置各部落国将皇上锁进路线 迅速铲出一条无一根杂草 宽一百步的道路 此路由西向东延伸 全长共达三千里 在此之前 大草原上信马游江是没有修路一说的 大业三年四月 正是六处兴旺 作物生长茂盛之时 皇上歇皇后率五十万大军 其中包括十万骑兵 以及文武百官 后宫妃嫔 大德高僧 道士 歌舞乐祭等等 应有尽有 并在周法上的统一指挥调度下 排列成若干方阵 耀武扬威 浩浩荡荡 从京师大兴出发 朝西北而行 不日击达大随的边镇 榆林 这榆林就是陷在内蒙古 托克托西南 榆林乃大随通往北边草原的关爱 一出榆林便是突厥的辖地 先前说过 齐民客汗为皇上此次出巡 动员沿途各部落国 修出了一条三千里长的道路 榆林即为该路的起点 这时候 齐民客汗按事前约定 亲自率本部落国全体官员 以及周围各大小部落国首领 共三千五百人 汇聚于此 跪迎大随皇上的御驾 此一盛况 自古以来绝无仅有 宾主嘘寒问暖之后 便有诸冠礼仪的官员 前来恭请皇上与客汗们 去皇上的御仗内入座 皇上一愣 未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想 榆林只有皇家行宫 何来的御仗 但是转念一想 此类事 素来都是由臣下万无一失 安排妥当了的 何须挂心呢 便随着专管礼仪的导引官员 并在一众的宦官太监 及侍卫们的簇拥之下 携启明客汗朝前走去 众人只顾寒暄 询问路途辛不辛苦 道路是否平坦 行走颠不颠簸 说话之间呢 只听导引官员提醒说 恭请圣上由此尚步 皇上闻言 但见眼前是一级一级 往上升的十台阶 他猛一抬头 方见前边的蓝天白云之下 高高耸立着一座 圆形巨大的帐篷 啊 原来如此 皇上此时才猛地想起 自己曾经命宇文凯 建造了一顶 能容万人大帐的事 没想到 他真的这么快就建成了 矗立眼前的玉帐 为湖蓝色 其上还会有 突厥人喜爱的吉祥图案 此帐篷和仁寿宫的造法 有一点相同 仁寿宫是将大山的山头削平 建在山顶上的 此帐篷呢 则是将一个巨大土丘的顶部产平 稳稳荡荡 建在土丘上的 从秋下到秋上 扑弃着一级一级的石阶 石阶上则铺了一条红地毯 与土丘周遭 则变植着绿草和各色鲜花 此情此景 竟一下把皇上身边的启明客汗 看得发呆了 其实啊 就连皇上又何曾见过这么大 这么壮观的大帐呢 不过他迅急醒过神来 笑呵呵地抬手 邀请启明客汗和各部落国首领 踏着新红的地毯 设计而上 共赴盛会 接着 双方的臣下 则部皇上与启明客汗的后臣 踏着红地毯 足足用了两三个时辰 方才 依依在巨大的御帐之中 找到自己的座位 坐下来 这顶圆形巨帐 周遭共开有十六张门 突厥方面的宾客受优待 分别在靠近主宾系的位置就坐 大随朝廷的官员则按照官阶的不同 从不同门进入内 坐于不同的区间 而此一切 每张门外都安排有侍者 对莱克加以引导 所以啊 帐内坐了数千人 找门 入内 虽然有点慢 有点麻烦 却都有人引导 而没有出现太大的混乱 这顶御帐 为何要建在土丘之上呢 其实 也是有讲究的 一是 高高在上 方显王者气势 二是 如果寓雨了 才不至于浸泡于水中 被绿草鲜花掩盖的土坡上 修有多条的排水暗钩 主宾席上坐着皇上皇后 及启明可汗 和可贺敦 一成公主等显贵 余下的数千尘子 则处下手 挤挤一躺 司仪一声畅惹 数千侍者 抬着石盒 从不同门径 鱼贯而入 光是烤全羊 烤乳猪 就各用了数百头 鱼鳞 竟爱着黄河 自然少不了 闻名侠耳的 黄河金色大鲤鱼 那酒 也是整坛整坛的 往里运送 皇上与启明可汗 相互治理 两杯相碰之后 各自一饮而尽 接着 二人再次举起酒杯 共同向双方的 沉下注酒 气氛转瞬 热烈起来 宫筹交错之中 帐内的三个场子 轮番上演不同的 歌舞 杂耍 和鱼龙百戏 使观者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更有神迹者 口吐烈焰 表演 虚虚实实的 奇妙幻术 把各国的 部落首领看得是 如痴如醉 目瞪口呆 此日 按大随朝廷规矩 在榆林郊外 设置祭坛 祭祀天神 当一轮红日 冉冉生气的时候 皇上身披袈裟 神情肃穆 面向正北 宰山了 两头太牢 由大德高僧主持 千数僧人 手指法器 口念经文 以向上苍 祈求明年 风调雨顺 五股风登 六处兴旺 在隆重的 祭祭活动中 大随和各国部落 可汗 官员 皆贵妇于地 大随方面的官员 各个口中 念念有词 而可汗们 以为庄严 肃穆的气氛 所感染 面北 向苍天 顶礼膜拜 祭祭活动 刚一结束 深受感动的 启明可汗 虔诚地捧出 早已经准备好了 的表彰 像皇上 跪求 和大随官员一样 从此穿戴 大随的朝服 行大随礼仪 也做一个 彻头彻尾的 大随臣子 皇上 对启明可汗的忠诚 表示赞许 并为之动容 不过 他说 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臣民 每个部落 皆有自己的习俗 和与之相宜的服饰 这些 都不必强求划一 可汗之于大随 只要有一片诚挚 和孝顺之心 就好了 皇上 随即扳照 启明可汗 今后在朝拜仪式上 可以不知乎启明 地位上 应排在大随 各诸侯王之上 皇上此举 不仅使启明可汗 感激涕零 亦使各突厥韩国 和疆域以外的 各部落国 头头脑脑 心悦成福 而与此同时 皇上此行 在朝廷内部 却有不同凡响 尤其是一干老臣 对皇上执政以来 浩大喜功 铺张浪费 不惜民力 弥费公堂 等种种恶习 早就看不过眼 当日进行的盛宴过后 几个老臣 不起走的一处 平臣老英雄 时任光露大夫的 赫若毕 快人快语地指责说 高弱大个排场 有甚必要 桌上的酒水 猪牛羊肉 吃进嘴的 仅十之二三 浪费得皆是 民之民高啊 一向谨慎的 太长青高炯 亦是痛心疾首的道 诶 主公听到没有 那唱的演奏的 全是谜谜之音 曾经被先帝 弃制的那些乐人 还有那些 烂伤音律 重新又拾了回来 国王说 废太子完无丧志 似有余辜 但目下之作为 甚至彼之北周宣帝史 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呀 礼部尚书 宇文公一接强道 当年周宣帝为啥丧果 不就是因为沉迷淫乐 岁生梦死 败坏纲绩 而治国丧人亡的吗 他执政才两年 亡命时 年方二十二岁一后生 当今的圣上 可是要吸取教训呢 这时候 已经升任 尚书所仆业的苏薇 一凑过来道 国家再大 再富有 也容不得 如此仆章啊 然而说着无意 从旁听到的人 则是长了个心眼 几位老臣的闲言碎语 即刻就传到了 皇上的耳中 皇上为此大怒 他本就对前朝喜欢 指手画脚的一杆老臣 窝着一肚子火 而最恼恨的就是高炯和赫若碧的一唱一鹤 哼 没想到 此二人时隔多年 又狼狈为奸聚到了一处 而且竟明目张胆 荡义朝政 此时 皇上不由地又想起了那件往事 开皇八年除夕之夜 满载军兵的千条战船 停泊于长江北岸 这时候 发兵灭臣在即 贺若碧贪功心切 就在自己这位行军元帅的眼皮底下 无使军令法纪 擅自提早发兵 事后 大元帅要惩处他 却在身为长使的高炯的袒护下 不仅逃出了严惩 反而让这个无视军纪胆大妄为的家伙 受到先帝的重赏 而致使他 有滋有味地 活到了金朝 甚至 趾高气扬 只赤朕 而高炯则更加可恶 可憎 他过往 不仅袒护贺若碧 更是袒护废太子杨勇 并以此阻止自己登上太子位 这些旧事 都不替他算了 当下朕宽大为怀 恢复了他的渤海宫的爵位 还让他重想高官厚禄 他总该知足 总该有点知恩图报的表现了吧 恰恰相反 不久之前 他竟变本加厉 又开始与朕作对了 这皇上所提到高炯不久前 又与他作对的事 是这样的 三月之某一日 皇上在姐姐家听到了一鲜卑的乐曲 觉得十分动听 就指派 分管音律的太常青高炯 将乐谱记录下来 还令他进一步去民间 寻觅懂得更多 古老鲜卑音乐的老艺人 以搜集整理 即将失传的鲜卑乐音 皇上处事 确实有一些怪异 常使夏臣琢磨不透他的心思 比如 他令和愁重组的仪仗队 他要不折不扣地去掉老祖宗之法 以显示汉家威仪 但是对于乐音 他又痴迷起了鲜卑的腔调 此自然使年迈的太常青高炯 感到无所适从 高炯奉旨去了乐平公主家 听完音乐 来到中华殿 却向皇上贵谱说 那不是什么正宗的乐音 而是催人伤悲的谜谜之音 并劝皇上要禁绝此类音乐泛滥 以免乱了轮常刚技 这件事令皇上大为憋闷 他想 这位曾为先帝所绑右臂的名臣 怎么就这么迂腐呢 不仅如此 他还要与对他宽大为怀的 当今皇上唱反调 在皇上看来 这位自以为是的老臣的见识 甚至连个厨子皆不如 当年 那位皇玉厨在食材缺乏的情形之下 灵机一动 居然在仁寿宫的小溪中 就地抓到了一条娃娃鱼 做出了色香味 俱佳的美食 皇上就喜欢诸如宇文凯 何仇和皇玉厨等 一批能够布局一格 随机应变 有巧思的人 甚至或者是像杨素那样 能把皇上吩咐的事 不打折扣 不择手段 处置得干净利落 这才叫有真功夫 真本事 他想 音乐与食物 其实不都是一回事吗 食物是用来果腹 为美为佳 那音乐呢 不就是为了乐耳为上品吗 那种鲜卑乐音 粗犷大气 苍凉凄美 勾魂射破 应该是天籁之音 怎么就能将它与 咪咪之音混为一谈呢 真是岂有此理 皇上于大业元年 就让高炯付出做官 并恢复了他的爵位 其实呀 并非是真的看中了 他的什么才感 恰恰相反 皇上对高炯当年 迎见大兴城的时候 用旧城的旧料 去造兴城 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极其地不欣赏 所以呀 才让他做了个 主管音律的太常青 没想到 就连此官他也是做得 急不称职 既然如此 为何又要重新启用他呢 是因为 皇上刚一登基 就处置了包括 费太子杨勇 柳树 袁延等一批人 在朝廷之中受到诟病 而高炯呢 则是一位前朝 有影响的老臣 让他付出 可以安忍心 而当下的政局 依然稳定 某些不知趣的老臣 不胆不顶用 反而成了搅局者 对他们如果再宽容 何以进决那些 无敦的傍意呢 皇上于是下诏 将高炯 贺若碧等 除斩 并免去了 上书左仆叶苏薇的 一切职务 令他回家 闭门思过 可怜哪 一代宰相 明臣的高炯 就这样 结束了他的一生 远道父于林 朝拜的启明克汗 和各部落国的首领 刚一散去 皇上急右下诏 征召百万难丁 西起榆林 东至紫河 修筑和加固长城 皇上深知 友好要讲 威风要扬 但是 修筑长城 乃是御敌的 百年大计 有道士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众臣正忙于 启程准备之际 皇门侍郎王红 忽然向皇上报说 有一事 臣不知当说不当说 这皇上见王红 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 就问 什么事啊 王红说话 仍然是吞吞吐吐 呃 太仆少卿 那 那 还有 皇上打断了王红的话 就问道 话急 他又怎么了 呃 太仆少卿 与前来迎接皇上的 胡人首领 乘机暗中 恰谈生意 运用内地 所产 次等丝绸 充当上品 以换胡人的两码 哦 空是怎么知晓的 皇上神情肃穆地问 外间已经议论纷纷 几乎尽人皆知 皇上此次出巡之前 已经三令五身 在与胡人首领 和可汗的交往之中 所有的官员 严禁与对方做买卖 为者不分官职大小 一律出展 王红所说的太仆少卿 即是左翼卫大将军 宇文树的三子 宇文化吉 皇上进一步地问 参与此事的还有谁 还有太仆少卿之地 宇文之吉 宇文化吉 因为父亲是皇上的晋臣 他入职之初 就是晋王府的护卫官 可以任意出入晋王内府 当时的晋王就对他宠爱有加 晋王立为太子 宇文化吉升任太子仆 与太子关系更为密切 但是化吉劣迹斑斑 多次因为收受贿赂而罢官 不过每次都是隔不了多久 便有官府原职了 但是此次则是不同 好面子的皇上 岂能容忍自己身边的人 与外国首领干如此欺诈的勾当 皇上一怒之下 另将宇文化吉 即宇文治吉 收押于榆监狱 事后还将宇文树叫来 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处置完此事之后 皇上才坐上了宇文凯 为他打造的 世上绝无仅有的 官方行殿之上 正式开始了他的 赛北巡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